有人曾说,每个人的晚年都是一场劫难,年轻时身体健康,即使一个人也没啥大事。 但到了晚年,身体每况愈下,越活越感到脆弱的时候,身边既没风雨相伴的老伴,又没有孝顺的子女,还没有抵抗生活的健康,也就成为了受责多辱。 人间万般是,皆从家中生,看似让老人活得没有尊严的是外人,实则是老人身边的亲人,欢迎订阅国学心旅,一起开始今天的智慧之旅。 客你的亲人,镇上的刘大伯已经55岁了,日子并不好过身体不太好的他。 只能看着子女老伴的脸色做人越活,他越是觉得没有尊严。 在退休前,刘大伯总是觉得,跟伴侣同床共诊多年,应该不会闹矛盾,养了两个孩子二三十年了,相信他们不会背叛父母。 只不过,理想很丰满,现实很骨感,退休前身体还行,自然不会被亲人嫌弃,退休后身体不行了,经常进医院,没想到子女的态度都变了。 大儿子夫妇满脸嫌弃,认为刘大伯的事太多,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。 二儿子夫妇也认为,父亲住院,孩子就得出钱出力,让人心累。 得知二位两个孩子的心声后,刘大伯突然就害怕了,如果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,未来的某一天,自己和老伴会不会被孩子抛弃呢? 还有那些所谓的亲戚朋友,有利益的时候,他们就来到自己的身边,没有利益的时候,这些亲戚朋友就装成不认识自己的模样,让刘大伯心寒。 老年悲苦的伴侣,六十岁的刘大爷,退休后拿到手的工资不多,够吃饭了,但过年过节的时候,老伴想要个像样的礼物也买不起,更没有多余的钱去贴补儿子家的生活。 最初的时候,老伴还能跟他在一起,相伴凑合着过,随着刘大爷的身体不好后,老伴就去了儿子家,说是帮忙带娃,照顾儿孙,不过是不想陪伴着刘大爷,嫌弃他总是三天两头地去医院,还有那种难闻的老年味。 年轻时,刘大爷能够挣钱养家,即使是刚退休的时候,他也是拿着退休工资,还继续打工,多挣一份收入,日子过得比上不足,比下有余。 本以为,老了,能够享受到少年夫妻老来伴的陪伴和照拂,谁知,老伴只能跟他同享福,不能与他共同承受衰老不能再挣钱的事实。 刘大爷觉得,自己有老伴的晚年,也是孤独寂寞的。 老话说,夫妻本是同林鸟,大男临头个自飞,人到晚年,又不能抵御晚年风雨的老伴,真的是一种悲哀。 有人说,这是年轻时,没有积攒下夫妻间的恩情,才会导致晚年时的悲凉。 所以说,夫妻间,从年轻时,就要相互陪伴和照顾,积攒一世的恩情,才会有晚年的携手共睹夕阳红的美景。 唯利是图的亲朋,人到老年,对事态严良和人走茶凉体会最深,有权有势的时候,身边的亲朋最多,等到你没有利用价值时,他们就会远离你,甚至把你当成陌生人。 也许,当你感慨世道严良的时候,别人还会说,你不懂人情世故,真实的生活就是这样,唯利是图是人性,趋利避害也是人性里的正常选择。 到了晚年,既要接受现实,也要接纳自己,不要觉得自己的真心就能换到真情回馈。 因为大多数的时候,人性经不住考验,人心没有想象的那般好,我们除了调整自己的心态,别无选择。 现在很多人都在说,人生仪式能够依靠的除了自己,就是兜里的银子,人生悲苦,唯有自度。 依靠老伴,会有被抛弃的可能,依靠子女,会有被嫌弃的时候,依靠亲朋,你会被伤得体无完肤。 在如今金钱靠钱的时代,老人要有靠自己的意识和准备,亲情变得淡薄,或者感受不到亲情的温暖时,不要生气,更不要去绑架谁,因为这就是现实。 所以,在还有能力的时候,多给自己预备些银子,积极去锻炼身体,让自己有自度的能力。 人,都是唯利是图的动物,你好,他们就接近你,跟你称兄道弟,你不好,他们就远离你,把你当成默不相识的过客。 也许,我们会感慨世道炎良,会怨恨自己的真心,得不到回报,可现实就是如此,我们除了接受,调整自己的心态,又能做什么呢? 人到晚年,我们所能依靠的,就只有兜里面的资产钱财,以及那咬紧牙关拼命活下去的自己,天不度人,唯有自度,就是这个道理。 特别是家境一般的老年人,更是要做好,靠自己的心理准备了,随着物欲横流观念的加剧,亲情变得愈发淡薄,那无数老年人被抛弃,就是可以预见的现实了。 嫌弃你的子女,65岁的赵阿姨,退休后,就在儿子家帮忙带娃,做家务活,每月的退休工资都用在了儿子家,没成想。 一场疾病后,儿子以负担太重,工作压力大,经济条件差为由,把赵阿姨送到了郊区的养老院。 坐在养老院的长椅上,赵阿姨非常后悔,她觉得自己这辈子付出那么多,也没有享受到养儿防老的福气。 老伴走后,听从儿子的安排,卖了老家的房子,给儿子换了大房子。 自己说是跟随儿子居住养老,不过是带新的住家保姆。 一场疾病,自己还有一宝,只是不能再帮扶儿子家做事情了。 儿子说他们要上班,孙子要上学,家里的收入不多,请不起保姆,只能把他送到养老院去。 赵阿姨觉得,如果当初跟身边的姐妹一样,不论子女如何说,自己的老房子留着,存款放在自己手里,退休工资也不都拿出来,贴补儿子家。 如今,他也可以在自己的房子里居住养老,手里有钱,也能请人照顾自己养老,如今一切都没有了,只能听从儿子的安排,晚年的悲哀,是从自己无用开始被子女嫌弃。 晚年的心碎,是老人伸手跟子女要钱开始,有钱的子女不一定有孝心。 有孝心的子女不一定有时间和能力,所以,不论什么时候,老人都要为自己多留下一些东西,老挝,老底,以及对子女的爱。 不要指望别人能够同情你,理解你的不义。 年轻人不知道父母的难处,因为他们没有老过,所以父母生病或者需要照顾的时候,子女嫌弃父母是多,麻烦,这是谁也管不了的事,却是老人晚年不幸的开始。 我的外婆过了九十大寿,就非常糊涂了。 外婆有七个子女,之前已经有三个儿子过世了。 赡养的任务落在小舅舅,四舅舅身上。 四舅舅住在小镇上,房子的楼房,外婆大半生在农村待着,住在楼房里,非常闹心,老是要去种地。 有一天,四舅舅出门买菜,外婆爬上窗户,使劲摇晃。 还好,窗户没有垮塌。 外婆生病的时候,卫生院的医生不知如何扎针,因为外婆的手臂枯萎了,血管都难以找到。 另一方面,四舅舅和小舅舅因为赡养费的问题,闹得不可开交。 小舅舅早早就拿住了外婆的存折,后来就不见踪影了,四舅舅觉得,是有蹊跷,就苦苦追问。 另外,有几个孙辈得到了外婆的供养。 但是后来也没有给外婆一些赡养费,引起了两个舅舅的不满。 我渐渐明白一句话,长寿则多辱。 当我们六十岁的时候,看到父母被病痛折磨,却无法根除,内心是难受的。 而父母本人,也因为拖累了儿女,觉得过意不去。 若是父母头脑糊涂了,需要照顾的时候就更多了,照顾的难度也大,大家都是力不从心的样子。 毕竟,酒病床前无孝子。 当我们自己来到八九十岁的时候,似乎在重复父母走过的老路,其中的滋味也不好受。 我的母亲常常说这样一句话,子女孝顺不孝顺。 等父母躺倒床上才知道。 话很扎心,但不得不反驳一句,给母亲安慰。 瞎说,你一直会健康地追求长寿,这是人的本性,但是长寿的苦,是在遵照人的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。 年轻时,觉得酒病床前无孝子是别人的孩子,觉得酒瓶家中无嫌妻那是别人家的老伴。 等到真正经历了才知道,老化都是经历过现实考证的。 所以说,人老了,要避免这几类人嗑你的晚眠,就要好好地提前准备好健康的身体,夫妻间的恩情,以及足够的养老钱。 不要把自己的晚眠寄托在别人身上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。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 感谢观看